哈喽大家好,我是Teacher Rayman,那么今天我会跟你分享怎么样换这个Tuning Pack 什么是Tuning Pack,就是我们在机台会有六个这个脚,六个Tuning Pack 所以今天我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拆掉,或者怎么样跟它放回来 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换这个Tuning Pack,有两个原因 那么第一个原因是可能这个Tuning Pack已经Lose了 已经Lose了,那么Lose了的意思是代表说它的齿轮 然后它的齿轮里面的那个机关齿轮已经没有在它的这个齿上了 所以你怎么样转它都不会走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你要换这个Tuning Pack是因为它很紧了 你怎么样转它不会了,它已经Lose,它已经很硬了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Tuning Pack换掉 OK,来我们现在进行Step 1 好,那么Step 1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什么器材来用到的话 第一个要有Tuning Pack,第二个有一个螺丝牌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螺丝牌 然后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剪刀,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首先我们现在要把它的线拆走先了 所以先把这个拆走,拆的方式是Anti-Clockwise 好,你可以用这个Electric的,或者是用没有Electric的都可以 好,你在拆的时候你手要顶着,不然你现在会跑来跑去 好了,我已经成功拆出来了 好,那么Step 2 好,Step 2非常简单的,你需要有一个螺丝牌 把这个东西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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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Tuning Pack的螺丝牌,把它开掉 好,so,要把它放好不然会不见 好了,Step 3 好,那么你需要有的工具就是要有Winer 要有这个10号的这个Spaner就OK了 好,Step 3你要有一个10号的螺丝牌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螺丝把它拆出来 所以你的手中指可以顶着这个了 之后它不会跑来跑去 好,你稍微松了,你就可以用手去转它 好了,它的螺丝是那么长了 所以把它放好 把它拿出来 所以这个是它的Mechanism来的 它其实是有分左、右边的 所以你在拖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是左边还是右边的 好,so,我就知道这个是左边的 这边有一个L 然后它是左边 好了,那么我就成功的把整个Tuning Bag 就是拆出来了 好,那么你要把它装回去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Guitar的Hit向上 比较容易做事情 你要做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确定你的头 你的螺丝要对准后面的孔 你就稍微确定一下后面的孔在哪里 所以我知道后面的孔在这里 其实你不用太过担心 如果后面的孔不小心Lose掉的话 你把它放歪一点点 然后给它打新的孔也没有关系的 最多是看到比较歪一点点罢了 好,那么你就放进去里面 这是Step No.5 Step No.6就把剩下的东西转回去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Wash Air Wash Air就把它转进去 然后这螺丝也把它转回去 然后你先用手转一轮先啦 转 好了,你就稍微给它紧 不要给它太紧先 因为你后面要绑螺丝 你才锁紧它 不然等下跑位你要调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Step No.8 我转回来 我就把刚才那颗螺丝 你就把这颗螺丝 放回去这个孔这边 然后你再把它 绑紧 如果你发现到那个 孔已经很松了 你用两个做法 里面你可以倒一点那个 盖 什么盖下去 然后就给它稍微干 就当作转一个新的孔 好,第二个做法就是 你找新的地方再转多一个新的孔下去 就OK了 好了,紧了 就要转回来 刚才我还没有绑紧的地方呢 我就尽量给它再紧一点点啦 这个Step No.9 好了,那就是把你刚才拆掉的线 再装回去 如果你是换新线的话 那么你就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有叫怎么样换线 就把它放绑一点进去 这个Step No.10 然后它的收 这个线是要clockwise 通常我的做法 这边会给它松一点点 然后这边给它越紧越好 然后你的手压着它在这一个 bridge的那个hole那一边 然后你给它自然而然的 就是给它走进去 剩下的你再剪掉它就OK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转进去 好 好了 这个刚才因为我刚才弄松 会有调整 所以我这边也是要找一下 好,Step No.11就是调整啦 好了,那我就把整台吉他调好了 好了,学会怎么样换tuning bag了吗? 好,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在我们下个月期介绍见啦 拜拜